5月17号 这是他首次公开两人恋情 之后两人开始毫不忌讳的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学问爱 还一起合拍电影 我想和你好好的 那些年真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但就在今年2月份 冯少峰的朋友圈截图就被八卦人士留了出来 上面写着 三年了 还好谁都不怨谁 谁都不恼谁 留下的感受当收藏吧 且发生在情人节的第二天 其实该消息就直指两人感情倒吹 还记得去年两人在情人节那天 在微博上用汤圆秀着恩爱 今年的情人节就一个宣传电影崇拜狼 一个坐着饲养员怀念笑 而翻看最近两人各自的微博自拍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还是一个人 这孤独的摄影小片看着都难过了 芒格拉西湾愿各自幸福报道 5月17号 据南都娱乐周刊微博爆料 冯少峰妮妮三年情已逝 历经数次分分合合之后 两人恋情于近日正式画下句点 双方都已向各自挚友透露恢复单身 记者也向两人经纪人求证 两别都非常默契 没正面否认分手消息 只强调不能替代艺人回应感情事 时间回到2012年 冯少峰微博发布深情告白 老天让你等 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 现在很幸福 上苍眷顾 感恩 爱此妮妮 目标直指传闻女友妮妮 这是她首次公开两人恋情 之后两人开始毫不忌讳地 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学问爱 还一起合拍电影 我想和你好好的 那些年真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但就在今年2月份 冯少峰的朋友圈截图 就被八卦人士留了出来 上面写着 三年了 还好谁都不怨谁 谁都不恼谁 留下的感受当收藏吧 且发生在情人节的第二天 其实该消息就直指两人感情倒吹 还记得去年两人在情人节那天 在微博上用汤圆秀着恩爱 今年的情人节 就一个宣传电影崇拜狼 一个送着饲养员怀念像 而翻看最近两人各自的微博自拍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还是一个人 这孤独的身影小编看着都难过了 芒格拉西文愿各自幸福报道